HELLO 大家好,我是Saria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鍛鍊小腹下腹腹肌的一些核心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運動非常簡單 因為其實你在家有一張瑜伽墊你就可以做了 然後呢,一開始呢,你先躺在瑜伽墊上面 然後,躺好以後呢,舉起你的雙腿 然後小腿要與地面平行 然後維持大腿跟小腿呢 膝蓋這邊要維持一個90度的一個長度 然後上半身起來到肩甲頭脖子肩膀到肩甲骨地方要離開地面 然後雙手呢,可以是放在頭部後方或是放在身體兩側 那我會比較建議放在身體兩側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你讓你的脖子肩膀到肩甲骨地方 是可以比較起來離開地面 那為什麼肩甲骨要離開地面呢 因為很多人在做比如說核心的運動的時候 都會說他們覺得他們大部分你使用到的是脖子 那為什麼會用到脖子會痠,脖子會不舒服呢 因為就是核心的力量不夠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是你因為核心力量不夠 所以你沒有辦法呢,完全的curl up 完全的讓你肩甲骨以上的地方起來 那只要你肩甲骨的地方起來以後呢 視線呢,你可以放在你的肚臍上或是正前方 其實這樣就會讓你完全不會有脖子痠的問題 久了,等一下久了,那呢 然後呢,如果你還是覺得你使用到大部分脖子的力量 那可能就是你的核心肌群還不夠有力 那沒有關係,你可以使用一個像是yoga block 像是一個有厚度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比較專業的 但你也可以用比較厚的書啊 或是枕頭,或者是foam roller 像是foam roller那種東西都可以使用 然後你可以墊在肩甲骨這個部分的地方 然後躺下 然後這樣就完全呢 可以support你的上半身 肩甲骨以上 以上的地方 然後呢 那我先做沒有yoga block 沒有墊東西的 所以呢 維持這個姿勢 90度 然後輕輕的呢 我們要把腳跟 碰到地板 一定要維持90度喔 然後感覺到你的腳 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下掉 然後碰到地面以後又彈起來 然後這個動作呢 做一分鐘 那如果你覺得兩隻腳很難的話沒有關係 你可以做單隻腳先 然後一隻腳一分鐘 然後換腳 那我其實有教過我朋友 做過這個運動機的朋友 我有教過他們 我發現有時候 因為核心不夠有 下側核心的肌肉不夠有力 所以有可能 所以有時候 他們沒有維持在這個90度 掉下去的時候就只是這樣子 輕輕的踏地板 我不要這個東西 我要的是 你要記得 一定記得的是 90度的角度 慢慢的 用你的核心的力量 控制你的腳 然後再慢慢的起來 然後你可以結實 可以摸在你的下腹部的肌肉 你可以感覺到它非常的緊 然後配合呼吸 往前 起來的時候吐氣 下去的時候吸氣 這就是我今天要教大家的運動 然後它看似其實很簡單 但其實非常的難 因為它完全就是 要用你核心的力量 來讓你的腳呢 是不要直接往下掉 它是要被控制的 慢慢慢慢 腳跟碰到地板以後 再慢慢的起來 然後這就是 no isa很簡單 就是你在家就可以做的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留言給我喔 Bye